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954年他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来向中国传教 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进清宫如意馆 如意馆就相当于画院 专门搞艺术的地方 在中国从事绘画50余年 参加了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 他本人十分尊重中国文化 作为一个西方的画家 与中国的画师们合作多幅作品 他个人也将中国的公比重彩画法跟西洋画法当中的三维空间 这种技法融为一体 综合写实跟写意的长处 形成了朗史宁的新体画 就是我们看到朗史宁的作品的时候 比如说有一个镜物 瓶子里边插了很多鲜花 这个画的出来以后就跟中国画不是很一样 瓶子就像一个西画表现方法 有明暗关系的 像油画一样 有点那个感觉 花卉部分它是用公笔 所以它的这个画总感觉来 要严个以中国传统的画来去对照它 总感觉不那么地道 但是它形成了一个新体画 画风在中国也受到认可 在中国它也培养了很多弟子 它本人精于肖像 另外一画花鸟 走兽 尤其是画马 比如它画的马造型很准确 又表现出逼真的皮毛质感 就像它那个马身上的毛都画出来的感觉 许多近现代画家受到它影响的 所以说画马 画镜物都受到它的影响 对清宗后期清宫绘画的观念 跟审美取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跟过去纯传统那种不一样了 即使是公笔画 它也跟纯传统的公笔画不太一样了 它总是有那么一点西方的成分 1715年他来到中国 得到康熙帝的召见 康熙帝是非常热爱艺术的一个皇帝 虽然不太认同西方的天主教 但是他对朗史宁还是非常礼遇 很有礼貌的接待了他 召见了他 他不把他当成一个传教士去看 当成一个艺术家去看 康熙就说 西方的教义与中国的正统思想相悖 只因为传教士懂得数学基本原理 所以国家作为国家这层面 他才予以僻用 任宫廷画师 那个时候宫廷画师并不自由 不是像一个画家那么自由 他就跟大臣一样 每天清晨从东华门步入紫禁城 朗史宁对于中国画的透视法 他说不理解 我们的透视法就不是像西方的焦点透视 不一样 我们可能有很多散点透视 比如看到一个景的时候 也不是一个试点 多种试点 比如长卷 一边走一边看 也就形成了走到哪看到哪 对一个山也是画家 一边走一边画 然后组成一个完整的山 所以它不是一个焦点透视 焦点透视 你往往是站在一个点上看 被挡住了 那部分看不到了 就不画了 是吧 所以这跟中国画 跟西方的绘画 它从观察方法上 它就不一样 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我就说我们的散点透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朗史宁他在画景物的时候 他还习惯于表现明暗关系 这也是西画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比如一个物件 摆那儿 受阳光 受光面的影响 然后背着阳光那面 它就是阴影 比如说他在人画上面 面部上面 他画了一些阴影 这按照西方的绘画 他就是用阴影表现 受光面 比如鼻子 包括这侧面 它是有光线来源的 背面 它是暗部 他经过雍正朝 后来乾隆继位以后 依然重用他 所以他可以说是三朝的 三朝的画师 朗史宁 他作为外国人 到中国宫廷里的作画师 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就是探索出 中西绘画的合璧 创造出一种新颖的画法 宫廷就称他为 朗史宁心体画 我们总是拿传统的画 相比 相比较 就觉得他这画 心体画 的确是一个新面貌 画人一新 他本身作为一个外国人 他认真研习 中国画的技巧 也可以说是 很谦虚的 学习中国画的表现技巧 特别是工笔画的表现技巧 他很下了很多功夫 使他的画 既有油画的写实表现力 又有中国画的笔墨取位 其实就平心静气而论 他的画在西方 这个作品的水平 并不是最高的 但是他绘画的基本方法 西画的基本方法 他掌握 比如造型精准 通过明暗面表现出物体的立体感 运用墨色里边的黑白灰 色度之间的对比 使物相十分突出 他有一种呼之一出的感觉 有一种立体感 所以他 他以严谨扎实的素描基本功能 跟写实功底 加上他对传统绘画的研究 使得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宫廷画室当中 表现出异军突起的感觉 大家伙都很喜爱他的作品 他是一位近代写实画家的一个重要代表 过去中国画的人物画 他并不是很写实 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受到西方的写实的技法 熏陶学习 他到中国 面对中国传统的人物画画法 他起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作用 他以他的作品来对中国人物画的观察方法 跟表现方法是以重要的影响 在近代人物画当中 是一个非常有成前起后这样一个作用 特别是写实 所以对我们近代的中国画人物画 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作用 影响很深远 他这幅乾隆的正面像 面部效果 因为到了中国以后 因为康熙不允许他 在画明暗面 特别是在人脸上 不要画过多的明暗面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这幅乾隆像 给皇后画了很多肖像 他的面部果然就没有阴阳像碑 这一说了 他把阴影的部分去掉了 稍微留一些结构就可以了 你看他画的乾隆像 当时乾隆时期没有照相机 就如同他用照相机照的真人一样 很逼真 这幅是朗世宁的聚锐图 这个画是一个镜物 西方油画里边 它讲究镜化镜物 比如一束花插在花瓶里边 画家给它表现出来 中国画的花鸟画 还没有过这样的画法 所以看得出 这幅画带着强烈的锡画色彩 同时在技巧上来讲 它也是锡画的 比如说这个瓶子 立体感很强 有瘦光布 有背光布 另外它这上面的花 也是立体感很强 这是暗布 暗布在里边 花在这上面 立体感非常强 它很讲究明暗关系 包括这杆 花杆也是这种感觉 所以它跟纯正的那种 工笔花鸟画 它又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一种中国花鸟画 跟西画静物画的一个结合 这样的一个作品 在中国这个传统的花鸟画当中 就显得十分的别致 很新颖 就是这样的一种效果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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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